请各位待会一样打开这个151开头的这一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的话就这一题了 打开之后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有A栏跟B栏 那请各位把那个B栏里面的这边B2到B10选取起来 那请你按Delete键 那其实为什么本来有啦 其实主要是让各位知道说 这一题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A栏里面刮弧的资料提取到B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它是有刮弧的情况下 就把刮弧里面的前刮弧跟后刮弧中间的资料帮我把它复制到B栏 大概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怎么做比较简单 那当然第一个啦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其实有一个参考的答案了 那当然这个范例里面会需要用到的 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基本上会用到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的话是用到Find Find其实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不确定说你要取得储存格的资料 是哪个字固定位置的话 那用Find其实可以寻找到一些特征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个特征是钱刮弧 所以你也许可以用Find去找钱刮弧 那它会给我什么结果呢 它会给我说这个钱刮弧会是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第几个字 那我只要知道说它的位置是在第三个字 那我要取的字就是第四个字 然后再取几个字呢 取五个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取得第三届冠军的资料就过来了 但是问题我怎么知道总共有五个字 那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由后刮弧 所以在找后刮弧的位置 那后刮弧位置可能就算一下应该是第九个字 再减掉钱刮弧的位置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减掉D这个字 也就是说呢 我这边第九个字 那减的话应该是这个第三个字 所以9-3的话应该等于得6 等于是多一个字 那为什么多一个字 理论上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从第四个字开始算 而不是从第三个字开始算 所以必须这边数字相差1 所以这边最后可能 假设你要算它的长度 最后可能它再多扣掉1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资料范围 字数了 然后呢 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呢 它假如没有刮弧的话 那它会出现错误 那你如果要出现错误 要把它过滤掉的话 那可以用ifl这个函数 那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把B2到B10 这个范围的资料先删掉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可以把游标 先放在B3储存格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不把它放在 那个B2储存格来练习呢 那主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在B2储存格里面 它并没有什么刮弧 所以如果你要做练习的话 那到底对还是错 其实无法判断 而且容易出错 所以干脆我们从B3开 所以把游标先放在B3 那第一步的话 就找钱瓜阿虎 位置在哪里 所以插入函数的地方 找到文字类里面有个Find OK 那Find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Find test找什么 找钱瓜阿虎 所以你把钱瓜阿虎输入了 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要在哪 Within 在哪个储存格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那第三个问题是 你从哪个字开始 预测的话从1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保留 保持空白 除非说你有固定的位置 你可以输入哪个字开始 OK 那我们找到第三个字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减下来 选按减下 然后再插入那个mid函数 因为呢 我们如果要取的资料在 这一串文字的中间 有没有 第三届冠军 他不是前面 也不是后面 他在中间 所以我们用mid函数 然后呢 一样给他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 那你要切割的资料在哪里阿 OK 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你要从哪一个字 帮你取阿 那这边 我们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那他 第三个字 如果你直接 从第三个字 会包含瓜糊 可是我不要瓜糊 的话 我就把它加1 也就是从第四个字开始 那总共有几个字阿 当然你不能说输入五个字 因为你输入五个字的话 虽然这边五个字阿 可是其他有四个字的 那有三个字的 那就会出错 OK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计算一下 那怎么算 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 把这个公式再复制贴过来 那找什么 找后瓜糊 所以贴上之后 把前瓜糊的位置 改成后瓜糊 贴之后改一下 那他会得到9 那9的话 其实应该9-4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说 再减掉什么 减掉 那你不可能说直接输入4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呢 用前瓜糊的位置代替 所以前瓜糊的位置 就是 这个 把它直接贴上 就是 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但问题 前瓜糊的位置 其实不是我们要取的字的起点 应该是下一个字 所以呢 所以会少 减掉一个字 少减掉一个字 怎么办 那没关系 再多减一个字 因为你会发现6 得到的结果就多个瓜糊 那变成说 我再把多的那个字减掉 减1 就对了 那实际上 多减的这个字 实际上就是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就换到下一个字 这样就应该就对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用fine 结合mid的话 得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也可以向上填满 那向下填满 就快点两下 可是向上填满 可能你就是点住它往上拉 这样就OK了 好 但是呢 衍生出来又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哦 这个地方会出现 井字号的错误 那井字号的错误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假如 当然你说老师很简单 我就直接把它选取delete不就好了 可是问题啊 如果资料很多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慢慢移格慢慢delete 那所以我发现 之前有蛮多同学问我问题的时候 他资料里面一大堆错误 他都没处理 那实际理论上 最好是像我的个人习惯 我有点点资料的洁癖 我看到这个错误 我就觉得浑身不对 所以我会想要把它删掉 那可是问题怎么删比较简单 当然呢 如果你假设要删除它 不是图牌链慢慢删 或者说另外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也不是 不是特别好的 你可以用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有z到a有没有 或a到z 那你可以z到a之后 排到上面的话 你把它delete掉 但问题来了 你可能delete掉之后 你要重新排序 所以除非说你有编号 可以固定有个排序的基准 不然的话 他就跑掉了 那麻烦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个方法 那如果说你不用排序 的方法来完成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 再多利用一个函数 叫做 逻辑里面 OK 这个是逻辑判断 会有个函数 就是判断说 如果你的除尘格里面 发生错误的话 如果 错误的话是al 所以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ifal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你要怎么处置 所以你就选择逻辑里面 ifal 按确定 那实际上 你就给他 这个资料 value给他 OK 然后如果 顾名思义 如果发生错误 假设这个为true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置 意思是说 他只会处理错误的资料 如果假设你这个资料本身是正确的 没有警字号开头的 这样一个错误讯息的话 那他其实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 那当然我是希望把它删掉 删除的话其实蛮简单 value ifal 如果里面有警字号开头的话 那帮我把它清除 清除很简单 就是两个删以后 这样就等于清除了 OK 好那我把它按确定之后 如果把这个资料带过来 然后帮我清掉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留下来的 就会只有 没有错误的资料 那有错误的呢 就帮我把它删掉了 OK 那当然了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所以这边呢 1.游标把它放在b2储存格 2.选取里面的公式 但是不包含等号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那个刚刚的逻辑里面的ifal 把刚刚剪下来的公式贴到value上面去 其实就是这一串 那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帮我怎么样 把它清除掉 两个双以后 按个确定 然后并且帮它向下填满 这样各位可以看到 你刚刚的错误呢 就全部消失了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发现 之前有很多同学问我的问题 里面的那个资料 一大堆这种警字号开头的错误 他都完全没处理 那我都很想要帮他把那个 警字号开头的错误 全部都清掉 清掉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利用ifal 就可以帮我把它解掉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这一题 的公式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请各位一样练习一下 练习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那个 因为这件事情 假如说每天都要做 那我一样 我会希望说呢 在旁边呢 再增加两个按钮 那一个按钮也许就是什么 也许就是帮我把那个 这个 叫一个什么 刮弧自串 刮弧自串 按下去 自动就帮我把公式 就再执行一遍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按钮 就是清除 就像刚刚我们做的那个练习一样 也就是说利用 刚刚讲过的开发人员里面的 录制聚集 那一样 所以你可能 做完这个公式之后 如果要把它变成聚集的话 那你可能彩排一下 1. 游标放在这上面 2. 上面打勾 点一下打勾 3. 快点两下 向下 反正一样三个动作 1. 然后清除的话一样 1. 游标放这边 2. Ctrl. Shift. 向下 按Delete 然后呢 把它录制下来之后呢 再增加两个按钮 基本上这个聚集录制 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那这个公式的话 其实还蛮冗长的 但是 讲义里面其实也有这个公式 所以如果你假设 担心说呢 会有写不出来这个公式的问题的话 那麻烦可以到那个讲义里面 找一下这个应该是在公式里面 在这边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的公式 基本上就是在第二十二页的 二是第六行的地方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把那个分享先暂停一下 哦